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用且听且珍惜结束了闹剧 但是结局并不被看好 他和文章当初有多甜蜜 在事件爆发之后 就被打脸的有多惨 2014年7月1日 媒体报道文章和马依丽初期 两人在夏威夷度假 2015年6月29日 马依丽的生日 文章为他庆生并再次求婚 夫妻俩现场申请相拥 文章在上海包场 为马依丽举办生日派对 瞒了他请来众多好友 给老婆一个巨大惊喜 文章表示 小恩以前不靠谱 今天以后想靠谱了 有你便是一切 老婆求求你嫁给我 文章马依丽近日 马依丽一身黑色长衣长袖探观老公文章的片场 与老公一身清凉的背心 穿着形成不小的对比 文章看起来轻简不少 脸上带着疲态 看来压力不小 而照片文章的一个动作 直接曝光了两个现状 十分疲惫的文章 直接靠在妻子马依丽的手臂上 和妻子一起看着手机 画面看起来十分甜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